大家好,我是王狗 對,我昨天剛看完鬼修女回來 其實我會產生一個疑問 到底那些驅魔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的時候睡起來都會看一下訊息 然後回憶一下你們 那好巧不巧 就在我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收到一則私訊 跟鬼修女的經歷 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類似 那那個人是一個住在歐洲的人 他剛好就是就神學院的 他就講了他的觀點 裡面剛好有提到驅魔這個東西 而且本身他自己就有一些這種 驅斑了驅魔的經驗 所以我其實覺得 真的是蠻酷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跟他的一些對話 他前面就是跟我開場白嘛 我製造的東西什麼 他也會看 然後什麼之類的 他算是一個天主教的身份 解釋了一些東正教徒 後來有跟隨猶太人 還有蜜斯林 專研傳統這樣 學習了一些 甚至一般修道士都沒有學習過的東西 也接續了四條的古老傳承 然後他中間就有講到我上一集的觀點 基督教來說 我們遇到的鬼 並不是實體的鬼 而是心中的試探 但他有一句句點 就是一些古老的故事 證實魔鬼存在的一些例子 法國十四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加布前的修道院長 他接手了一些驅魔的案例 在那個年代呢 因為還沒有足夠的科學判斷 所以精神病 幻覺以及惡魔 其實是很難區分的 那有一次呢 有一個婦女 來找 告訴她說 每天都被一個幽靈毆打 為了驗證 這是不是真的事情 就隨便裝了一瓶河水 告訴她說 這一個是聖水 然後放在床邊 就不會有幽靈來 煩她了 於是呢 這個婦女照做 並且告訴院長說 欸 真的耶 至此之後 就有幽靈在夜裡面 來打她了 於是那個院長 就跟那個婦女說 這根本就不是聖水 沒有任何的效力 你夜裡遇見的 只是自己的錯覺 所以呢 院長就把這件事情 激落下來 告誡以後的人 不要隨便接受驅魔的案例 也因此 羅馬天主教的驅魔人 在接受案例之前 都會先讓當事人 去醫院 接受心理醫生 還有外科醫生的診斷 他們才會觀察症狀 直到他們覺得 適合驅魔了 才會開始進行 也根據另外一個人 叫做阿摩特神父的作品來看 很多次身邊魔鬼附身的人 其實也只是自認為被附身了 那在書裡面有提到 一個女人不重的一些診斷 堅持自己被附身 於是她為女人祝福了之後 發現這個女人 顯示出很寬慰的樣子 好像這就是她所可求的儀式 所以在祝福完之後 她就告訴那個女人 你並沒有被附身 意思是自認為如此而已 以後不需要來找她 去找心理醫生 所以其實據這些點故來說 驅魔的東西其實是存在的 包括她自己也說了 她也有接觸過一些 關於驅魔的東西 但是並不會像電影 裡面這麼怕在哪 她也有推薦大家 說可以去看一部叫做 The Devil and the Father of Moons 最重要的是人的心念 如果是以科學來講 因為你常常在思考這些 可怕的東西 本來就有負面的性質 所以你容易就變成一個可怕的人 我也非常同意她這個觀點 不管怎麼樣 一個人的心態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你有好的想法 你心意到底也會是好的事物 那我也要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上次那個盜墓哲 他還有回我訊息 他其實也是出於好意 他也是跟我說 一個地方如果讓我不舒服的話 就不要再去第二次 即使沒有特殊的東西 也不要去碰 平常的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 旅天的時候 就會趴著一些人形很扭動 櫃子會鏡面翻轉 而且他都不會記得 靠寫筆記 記錄一些重要的事情 還有周圍的環境變化 眼睛越來越模糊 晚上比白天更加的清楚 覺得是源於 場景 親手在吃腸捕捉的地方 那下一個觀點 我非常非常的討厭 很多時候我們都想探索 但是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會恐懼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像一個戲劇學家 他學了很多戲劇的知識 他得知了很多戲劇的樣貌 是多麼可怕 多麼有心 那可能在我平常生活的時候 他就會 把這些東西放大眼看 反而就 對生活會越來越多的恐懼 就像有的人 可能你喜歡唱歌 你因為唱歌成名之後 你可能就忘記了 就出現了 很多事情其實都 難以把兩個電動是抓住 所以其實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重點是要實際 呵呵的提醒自己 你在進步的同時 不要忘記你在努力的過程 不要忘記那些 一路以來幫助你的人 當地者最後有說呢 他說他這個帳號 偶爾會開上看一下 如果有特殊情況 又能夠記錄下來的話 他會發照片給我 然後至於說他之前那些萌物呢 他有說 他其實一開始是為了錢 那到後來 他其實發現 文化大過一切 這兩個人呢 我覺得他們講話 真的都很有深度 而且呢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希望 我不要把他們的身份揭露出來 所以可以證明 他們可能是真的有一些 他們想要表達的事情 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而且每一個人的故事 我相信都一定是很精彩的 不管是鏡頭前的你 還是他們兩個 或者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其實我最常聽到的就是 會有人在講 之前那個痛力真的真假 或者覺得說 不管今天他是真的也好 只是為了交朋友也好 我覺得都應該給你機會 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試 他自己也會思考 所以我很願意接受 每一個人要給我的資訊 每一個人的故事 我都覺得 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也很願意 給你們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故事 我相信不一樣的東西 碰撞在一起 會有不一樣的活化 那後續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的影片 大概就到這了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狀 我們下次見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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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